插入特殊字源 当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 或者资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特殊字源 点选插入 选择特殊字源 举个例子 我们要插入这个 断行符号的话 这个是文字 这个不一样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是文字符号 这个是断行符号 这不一样 当我们要做一些特殊显示符号的时候 我们平常 不属于 我们的文字内容 例如 我们再插入特殊字源 特殊字源 有哪些特殊字源可以选 你可以经由 这个来选择 像一些很奇怪的 就算是很特殊的中文字 或者是 其他的符号 比方说像这个 语言圈里面有C的 那我们操作的方式 很简单 第一个 你要选择字型 不同的字型 它的字码 可能会不一样 再来一个 选择你需要的 比方说我需要的是 日文字 我需要平甲名 它会显示出平甲名 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点一下 它会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这里 选择插住它就会出来了 所以一些特殊字源 比方说我需要箭头符号 像这些上下左右键 还有一些 特殊的圆圈点 不同的 或者是各种不一样的字 你可以选择 比方说我要货币资源 货币资源 货币资源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 第一个选择字型 不同的字型 比方说Windy 这个 有很漂亮的 不一样符号的字 我有一个电话 按插入 选择字型 然后再选择你需要的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分类 这边可以上下选 像这里可以看得到 Windy这个字型的时候 我们提供了哪些 比方说 之前还蛮常看到这种 箭头的符号 需要就选择插入 这样我们在我们的 档案里面 就会有这几些特殊字源 可以文字来可以使用